台灣手語翻譯協會成立之前 龍人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他們在擔心什麼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成立 不過有些龍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怕的是他們變得權力太大 全國性電視手語翻譯不能太差 人選誰決定 如果有協會決定 問題會很大 由於目前各政府單位 可能會透過縣市窗口 或聽障團體等 尋找手語翻譯員 台灣手語翻譯協會理事長魏如軍表示 協會要做的就是提升手語員的職跟量 那我們比較想透過的是 舉辦國際的手語翻譯研討會 然後來提升我們台灣的 手語翻譯的一個知能 針對電視手語翻譯的部分 其實未來或許我們可以再 開設一個就是你檢討的班級 那這個檢討當然就是說 我們的成員需要有龍人 要有聽人 除了提升手語翻譯程度 手語協會未來如何和聽障團體合作也受到關心 像是有人擔任龍人協會的理事 要找我們的資源 那這個資源可能政府的資源也有民間的資源 那我覺得我們最重要的資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本身協會裡面有這麼多經驗豐富的手語翻譯員 那我們才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源 善用資源以互助代替對立 在協會還沒成立時 筹備會就發表聲明 支持將手語納入國家語言 希望能夠理性正面溫暖地去支持龍人團體所提出的議題 記者歐佩軍 陳新龍臺北報導 記者歐佩軍 陳新龍臺北報導